小镇邻居突发爆炸 灰飞烟灭真相隐藏 出租车上出现毁忆椅子 面色苍白取止失常 行为很紧张 搜查贩毒窝点忽有意外发现 被毁容的犯罪嫌疑 他的伤痕证明了什么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大火烧出贩毒网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2010年10月的一天 在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的一户居民楼里 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爆炸引发的这个熊熊大火 让周围的居民目瞪口呆 但是爆炸和大火的起因 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爆炸就发生在这栋居民楼里的这个房子 第一个大火的起因 当时是下午四点 周围村民看到熊熊的火焰都赶来参与灭火 将近两个小时大火才被湖灭 现场烧的一片冷静 警方勘验现场后发现火是从厨房找起来的 这栋楼是村民自己盖的 大部分房屋都被出租了出去 但顶楼着火的房间是房主自己住的 着火的时候房主陈大嫂刚好不在 着火的原因他也说不清 如果家里真的没有一个人 那么爆炸是怎么发生的呢 警方仔细勘察发现 厨房的地上有几个烧焦的白塑料桶 发现了有几个塑料桶 是烧的只是一个地步 但是里面有一些不明的化学液体 比如现在在门口上或者死性气味 这些不明液体是什么 陈大嫂说她不知道 至于着火的原因 居民们在纷纷猜测 警方在现场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很特殊的物证 在着火的房子另外的一个房间里 茶几上有一个用矿泉水瓶子改装的东西 这是常见的吸毒人员用于吸毒的工具 像这样的物品就是吸毒人员用于吸毒的工具 通常他们会在里面装少量的水 像这样的吸包子放在吸管子这一头 然后把冰毒或麻苦放在上面 下面用火烤锡 然后这边吸毒人员就用嘴在这边吸食毒品 烤锡出来的烟 根据这些线索警方对于此次发生爆炸的原因 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 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 居民们出现大量的不明化学液体 并半有火灾 从以往看来许多毒品加工厂 都是通过火灾来暴露出来的 警方的推测非常出人意料 有人在陈大嫂家制毒 是制毒的化学原料引起了爆炸和大火 那么当时陈大嫂的这套房子里住了些什么人呢 自从爆炸和大火发生之后 陈大嫂的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很快陈大嫂就把房间重新装修过了 找火的事她也不愿意再提了 长寿区办案的民警始终在想办法寻找陈大嫂的儿子 这场大火的背后 隐藏的秘密也一直没有被揭开 但就是这一场并没有被彻底查清楚的火 烧出了重庆警方那段时间 对毒品犯罪的高度警觉 两个多月后的2011年1月12日 在重庆市沙平坝区 一位出租车司机王师傅 遭遇了一名行为奇怪的女乘客 王师傅忐忑不安的开车向前行驶 当行到了一个路口时 恰巧遇上了沙平坝区天尘路 交巡警平台对车辆例行检查 车上的那位女乘客 顿时也引起了执勤民警的警觉 叫他出事他的生存证 他行为很紧张 动作有点不自然 衍生有点缓固 我说你干什么工作的 他当时也置之物里没有说清楚 我说在哪里工作干什么 他说是在这个KTV包房里面 在一个酒吧里面工作 我问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基本上不能再往下问了 就凭我有个警察的一个直觉 这个里面可能有问题 根据经验 林警怀疑这名女子是吸毒人员 因此带走她做了化验 化验的结果是阳性 随后这名女子交代 她确实吸食过病毒 吸毒的女子名叫王雪 但是她吸食的毒品 是从何而来的呢 吸毒的女子王雪交代 她刚刚从江北区 一个高档的公寓内买过毒品 她愿意再带林警去找一趟 他就是警方抓获的 当时正在吸毒的男子陶平 警方在陶平租住的房屋里 查出了四颗冰毒 以及十二粒马骨 还有一些用来贩卖毒品的 称重器之类 但是陶平说 他不是卖家 毒品是别人放在他家里的 陶平说 他自己只是一个 经常买毒品的吸毒者 而给他送毒品的是波尔的妻子 警方让陶平再给这个波尔打电话 说货已经被人买走了 让波尔来拿钱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女人出现了 这个女的 就是说 接到电话之后 就从另外一个地方赶在这里 进房间拿钱的时候 我们就把她抓获了 抓到从她身上搜出了 可能有十多颗冰毒 还有一些马骨 这个女人名叫邓玉 开始她还想抵赖 说自己不知道 包里装的是什么 但最终发现 无法蒙混过关 邓玉突然向民警们哭诉起来 她就给我们说 她的老公得到癌症 住在医院 没有钱看病 贩卖毒品来钱比较快 她查出来 说是癌症 说是什么 比较癌 晚期嘛中期 反正还没得到结果嘛 谁都像一家人 冰箱那种 冰箱那种 我觉得我的名字 对那以前 我都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邓玉说 波尔是她的丈夫 丈夫患了癌症 为了给丈夫治病 家里花了很多钱 当时 陶平给自己 在医院的丈夫波尔打电话 说让来拿钱 顺便带些毒品 邓玉决定替丈夫 去送货拿钱 为了核实 邓玉所说的是否真实 警方找到了 邓玉的丈夫 波尔所在的医院 老师笑她 找到哪儿去了 波尔 医生说 邓玉的丈夫 确实患了癌症 但是前不久 她刚刚自行出院了 去了哪里 没人知道 随后警方 又找到了邓玉 之前租住的家 家里没有人 警方敲开了隔壁的门 警方寻找波尔的目的 就是追查上线 但是没能找到 这时 犯罪嫌疑人邓玉 向警方表示 她愿意离公赎罪 我说 你这个独行犯罪 我们那个是 以马归以马 但是如果说 你愿意嫌疑上家 陪我共进行工作的话 然后我们也愿意 给你一个机会离公 她就说 然后一天的销售量的话 可能有50到100克 然后今天 我去拿了50克卖了 也没多少了 我那个 上午 跟我的上家联系 在她家里面去拿毒品的时候 她刚去进了货 有500克的毒品 然后分了50克给我 家里面应该还有三四个克 这样我给她 马上给她打电话 说我准备再去买一件毒品 从邓玉的口中 得到的这个新线索 是侦察员的一份意外收获 按照邓玉所说 她的上家 居然还藏有300多克毒品 事不宜迟 民警让邓玉带路 找到了她的上家 所租住的江北区的一个小区 我们就正常就埋伏起来 叫这个女的敲门 他们有决定的暗号 连敲门的敲法都不一样 我们正常的敲门 就是咚咚咚 或者敲门 或者按门银 他有门银也不能按 敲门也不能直接敲 他用手指弹钢琴 像这样弹 我们都看到邓石鱼 都有一种 他们的贴书的一种方式 都开始敲门 里面能听到 很熟悉的节奏 有一定的方式 好 他就把门打开了 连猫眼都没有看 直接就把门打开了 趁他进门的时候的一瞬间 我们正常员 就从门间 也就一起扑进去 在房间里面的话 我们冲进房间里面 房间有宜男宜女 还有一个小孩 屋子里的男人 正是邓玉的上家 夏涛 25岁 夏涛曾经因抢劫罪 坐过牢 警方对房间进行了搜查 在床头柜里发现了 分装毒品用的塑料袋 在客厅空调机上的一个鞋盒子里 警方发现了七袋 已经封装好的冰毒 然后在山外的城市里 来到大厅空调摆 这种东西 做吗 整个地团 来来来 看了看了 吃着吃 我摄了八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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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摄了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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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带毒品总重量是350一克 正在这个时候 门外突然又响起了敲门声 并且也是那种手指弹拨的敲门方法 侦察员通过猫眼看到 门外来了两名男子 我们想听的是 又有人来拿过来 或者是跟他有关系的吸毒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房间里面只有三个生产员 而且房间里面已经有三个人 我们要控制住 当时在想怎么办呢 这个房间一个门开还是不开 如果开 万一对方三个人冲进来 身上带里有东西 比如说带里有枪 或者带里有刀具 要反抗怎么办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陈刚教授 欢迎陈老师 你看这些涉案的嫌疑人 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吸食的是一种叫马骨的新型毒品 他们觉得反正也没什么 危害不大 不像是我们常听的什么海洛因 冰毒 是这样的吗 但是实际上它的危害性非常大 因为它本身对人的神经系统 有一个很严重的侵害 长期的吸食马骨 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精神分裂 曾经我知道的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例子 它原来条件非常好 也是一个企业 有自己的企业 但是由于沾上马骨以后 最后精神分裂了 而且它基本上倾家荡产了 没办法 最后家人就把它送到精神病院进治疗 已经不是戒毒所是精神病院了 它实际上应该说最后出问题是精神出问题 这马骨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从冰毒加工而来的一种毒品 服用之后 首先它会感到极度兴奋 为什么年轻人它喜欢 而且在有一些年轻人 它认为能够 比如说在酒吧 在KTV 它会让它兴奋起来 那么但是 这种极度的兴奋 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体力大量的消耗 而且对人的免疫功能的摧残非常严重 而且对人的心脏 肝脏 肾脏都会有很严重的侵害 我们刚才看到了 三名侦察员已经控制了屋里的三个犯罪嫌疑人 这个时候屋外又有两个人在敲门 这个门是开还是不开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如果说我们不开门 它这个感觉门没开 是不是就怀疑出事了 出事了会不会通风暴起 我们为了因为毒品打击毒品犯罪 都是一层一层的打上去 如果说走得了风声 感觉里面有问题了 它那个 就我们想打延伸 打它上下就非常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时考虑 还是把门打开 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把门打开 打开 把这几个人一下子全部拉进来 当时一个人很没反应过来 控制住了几名犯罪嫌疑人 侦察员也赶忙打电话 请求警力阻止 现场民警 讯问了几名犯罪嫌疑人 得知后来进门的两名男子 其中一个是夏涛的表弟 也是帮助夏涛 从上家拿毒品的 那么夏涛的上家又是谁呢 这次买多少 买了五个银 你从哪儿买的 从有朋友买的 谁 他就是夏涛的表弟 叶景 毒品是从他的朋友那里买来的 然后他去找我朋友 拿拿不到 然后叫我跟朋友 联系下来打个电话 然后我都跟他联系 为什么他去找拿不到 因为他不熟 买一碗 百个银子买它 是你去拿的 是吧 我还不去 拿多少 我都去 夏涛和他的表弟 叶景交代 他们俩当天中午 刚从上家杨毅那儿 拿到了十万元钱的货 约五百克冰毒 那个叫杨毅的 还有很多冰毒 藏在自己家里 数量至少还有上千克 侦察人员 马上又赶到了杨毅所租住的 于北区的一个小区 两个小时后 杨毅回来了 但他似乎只是拿了些东西 就又迅速的离开了家 侦察员跟随杨毅的去向 发现他建了一家KTV包房 当天晚上 是早起的 他的一部分独有 在一个KTV里面 在玩 我们就冲进房间里面去 将他们的朋友 带回公关机关 进行生产 这就是杨毅输住的房子 半岸民警 在KTV将杨毅抓获后 带着他准备到房子里搜查 但是狡猾的杨毅 趁乱将房子的钥匙扔掉了 不承认民警所找到的房子 就是自己的住处 问他家住是什么地方 他说我老家住在长寿 不能问他住城区 有房子没有 他说我没有房子 我就住在老家 今天朋友过程我专门赶在这里 民警找来了开锁工 打开了房门 进门之后 杨毅不得不承认 这就是他和女友 所租住的房子 这就是他 这个就是他的 你们在 想要杨毅啊 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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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你的老师们在 是不是 那 他也喜欢这个 什么 好 好 好 吃啊 对啊 好 这个是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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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民警就从衣柜里 搜查出一大袋冰毒 来 东西了 先把箱子找到了 先把箱子找到了 走 走 走 我把他跑开 对吧 我把他跑开 这个不是我的 听不听 听不听到 但不是 那不是我的 杨毅看到这个袋子 急忙辩解说 这不是自己的东西 而他的女友 则吓得贪乱 你不要放这 没得起 你不要放这 你不要放这 有个人 这边还有 这不行 不行 你先不忙 没得手 还是表达 没有 还有 还有 你不要放这 我小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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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还有 好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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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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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称重 这些冰毒共计一千零一十二克 意外的警方还从洋溢的家里 搜出了一批化学器皿和试剂 这些都是制造毒品用的工具 我找光一点 那么杨逸是不是还在这个屋子里制毒呢 当检察问到这个问题 杨逸和他的女友都一直保持沉默 而对于杨逸卖毒品和夏涛 杨逸自己也是百般狡辩 我的感性点 教育军事 他就到我来刷 到我来刷 他看到这包 他有外奔家 我不是 我送朋友成都的 想要放这点房钱 他把包包拿开 拿开都看到里面的 有白色的经济的东西 他说他我给点给他 他就这样 已经觉得我拿了鞋子 没给你钱吗 没有 杨逸讲述的情况 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但是夏涛和他的表弟所说的话 揭穿了他的谎言 我撑他过个腿 然后都哪个我没能够 一百克一百克的称是吗 不是 五百克一次性是那个 五百克一次性 称一个袋子也 交给你们 给他多少钱 十万 给他十万块钱 对 在警方调查杨逸的同时 另外一组民警 在派出所 对刚才KTV中所带回的 杨逸的那些吸毒朋友 身份一一做了合查 其中的两个人 看起来非常奇怪 前一场啊 有两种很奇怪 有一个人呢 他就带一手套 那也是个狼狼 他脸上有黑红 是强照材烧伤的那种 另外一个人呢 戴个帽子 脸上也是被火烧了 这两个人 一个脸部烧伤严重 另一个手部烧伤严重 当民警问他们 是怎么被烧伤的 两个人都支支吾吾 只说是在农村老家 柴油机起火 把自己给烧伤的 办案民警对这两个人的身份 进行进一步的核查 发现他们都是长寿区 葛兰镇人 其中一个叫陈东 正是警方一直在苦苦寻找的 爆炸案中 陈大嫂的儿子 这两个人实际上就在我们 重庆的另外一个区 长寿区 在那地方 实际生产至少东西 但是因为他们的技术 操守不当 发生了爆炸 然后引起了火山 把他的手和脸 两个人烧伤了 然后两个人趁机逃跑 陈东交代 去年十月 他和他的朋友徐海看到了网络上 有制造毒品的信息 两个人就想学了自己造毒 他们买来了原料 在家里做实验 突然就引发了爆炸 我做那种提醒到当年 爆炸后 两个人害怕 制毒的事情败露 就忍着伤痛逃跑了 躲到了杨毅家里避风头 他们把携带的制毒原料 和工具也藏在了杨毅家里 他们没有想到 两个月之后 又意外的被警方 在KTV里抓获 两个人回想起来 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悔不当初 这起案件 从调查吸毒女开始 到抓到杨毅等 抑或贩毒的上线 直至最终 查清两个月前 爆炸案的真相 在这个过程中 警方共缴获了冰毒 1500克 马骨20例 目前 邓毅 夏涛 杨毅等8人 因涉嫌贩卖毒品罪 被检查机关批准逮捕 而对于此案中 最上限杨毅的毒品来源 警方仍在继续侦查 陈老师 你看我们也发现了 有一些吸毒者 为了获取毒资 他们甚至自己开始 在家里研制毒品生产的方法 自己去生产毒品 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 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在利用租住民用房 来生产 大规模的生产毒品 来进行贩卖 那么如果说群众 他看见了 他能够主动的和 公安机关反应 那么这些线索上来之后 实际上对我们来控制 打击这类犯罪 是非常有利的 他们有什么特征 一般来讲 长期吸食的话 他的精神很低迷 而且比如说 胃光 胃冷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他是大规模的生产 那么他就要 耗费大量的水和电 通过今天的案例 我们能够提醒大家 不要以为新型毒品 它的危害度就低 吸了毒的人 产生这种幻觉 强烈的兴奋感 最终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人不人 鬼不鬼的生活 就在毒品的背后 等待着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陈老师 参与我们演播室的投资 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节目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